他4岁换上白电风被同学大肆取笑,凭着坚强毅力排除万难中成世界名模,改变世人对美的定义。 大家都听说过已故天王麦克杰森换上白电风吧?他不惜冒住手术风险,花了不少钱,为的就是使自己的肤色变成全白,甚至还不停地整容。 然而,这个年轻女子丝毫不建议自己身上的缺陷,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。 相反的,她还利用自己的独特来改变世界对美丽的定义。 换瞄白电风的名模,珊特尔,布朗,杨,Chantel Brown,Young,年纪22岁,一名为WID alarming Monroe,Winnie Harlow。 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名模。 对他来说,成功的秘诀是如果我们能接受自己的样子,别人也会因此而接受我们的 他也证明了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,只要能战胜自己,其他都没什么好怕的 杉特尔在四岁的时候患上了白电风,从小就必须面对种种挑战 因为这个缺陷,杉特尔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被同学们嘲笑,还取了一些花名,像是斑马、牛之类的 他的字典里好像没有顺利这个词,在多伦多各个模特公司面试时,都不知道被拒绝了多少次,没有一间公司愿意接受他的独特美 尽管如此,他并没有放弃梦想,这位加拿大名模也是个非常积极且爱发言的女性 2014年,他参加了全美超级模特新修大赛,并因为自己独特的肤色,瞬间走红 从那时候开始,他融化了万千观众的心,拥有独特美的他改变了外界对美的看法,还乐于接受自己的独特之处,并利用他来完成梦想 扇特尔露出雪白牙齿的时候真是迷人啊,模特界除了他以外,再也没有人拥有如此独特的美乐吧 如果你身上也有缺陷,请不要躲躲藏藏,选择接受自己,包容自己,更爱自己,不要因此而阻挡了你追求梦想的心,要像扇特尔一样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吧 现在,除了模特事业外,尚特尔在业余时间还担任摆电风人群形象大事并经常发表演讲 他所就读的中学还邀请他去给孩子们演讲 他的事迹大大鼓励了那些因为长相而遭人嘲笑的人们 他说,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,是因为我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,我爱自己,所以机会才会降临 所以,施主爱自己吧 2 3 4 4 5 6 6 7 7